为什么要反对男人使用女性的厕所 自称是女生的男生能不能用女侧 女更衣室以及淋浴间 看似神经发疯的问题 在左派的口中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该知道的尝试 现在一起来做一个设想 你的女儿在学校上学 你会不会同意一个穿着裙子 自称是变性人的生理男性 和你的女儿使用同一个洗手间 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是 不管你同不同意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实施 家长的噩梦也随之降临 就在弗吉尼亚州劳顿县的中学 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 一名14岁的女生在学校的女厕所内 被一名身穿裙子的男生强奸 肌奸以及强迫口交 学校以及校董会故意隐瞒这些案件 而在此事件中 唯一一个被刑拘的人竟然是女生的爸爸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我是弗丽莎 图片里这位被警察抓着嘴角流血 狼狈坐在地上的爸爸就是今天的主角 在这个场景发生的三个礼拜前 由于学校对于跨性别政策的支持 一名穿着裙子的15岁男生走进了学校的女厕所 强奸了他14岁的女儿 学校在通知家长时并没有告知真实情况 只是告诉他孩子被攻击了 等到这位父亲赶到学校后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学校的工作人员说 学校内部会解决处理并且选择不报警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 这位父亲决定赶来参加6月22号 在劳顿县召开的校董会会议 在家长们公开反对男生进入女生的卫生间 反对这些变态的所谓的跨性别的政策之后 气急败坏的校董会 为了让这些发表意见的家长赶快闭嘴 马上拿起电话叫来了警察 而最终这场合法的 由校董会组织的 为了能够聆听家长心声的集会 被政府突然定性为非法聚集 在这场所谓的非法聚集中 警察开始抓人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位被警察抓起来 尴尬的露着肚皮 嘴角流血的父亲 正在经历他心碎的时刻 面对着穿彩虹衣服 叫嚣支持变性学生权益的家长 以及被校董会叫来的警察 这位父亲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 他被警察指控行为不检和拒捕 最后将他拘留 这已经是几个几个几个季节 but basically my daughter was sexually assaulted at the end of school in may of last year and um you know i went to the school board meeting you know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because i i had seen all this crazy stuff on tv and i went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after my daughter had been assaulted and um you know there was some crazy stuff being talked about you know you know people for things for against things i wasn't there for any you know i'm good with gay people cross-gender people everybody anybody who wants to be a good american i'm good with i went there to find out why our children weren't safe and the next thing i know you know another parent activist you know approached my wife and started antagonizing her and i turned around and and said stop and then i then i tried to tell the lady what had happened to my daughter and she looked me dead in the face and said that's not what happened and that just struck me like how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you don't even know me and then she kept going and and the police came and you know the officer was trying to help out he said we needed to be kind to one another and i said okay and i turned my head and she started in on me again and threatened my family business my livelihood everything that you know gives my family what we need she threatened to ruin my business on social media the next thing i know i'm getting touched from all over the place i didn't know who was touching me who was grabbing me i turn around the police are grabbing me and next thing i know i'm tackled to the ground i i'm just shocked and horrified 现在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在讲之前还要声明我对lgbtq族群的人 没有意见我不是不喜欢变性人我完全对他们没有意见受害者被警察 按在地上脸上流着血被指控行为不检和拒捕而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在这个事件结束了之后校董会和学校并没有给出什么解决方式也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处理 反而是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暑假来了学校就直接放假了找不到人也没有给这位父亲一家人任何的交代 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调整小孩的心态就在这个伤痕慢慢愈合的时候 孩子的妈妈突然接到了一条信息另外一个学校刚发生了一起性侵案 而听说犯案的好像就是同一个人 然后昨 night上三个鸵的时候在订阅我记得这是一个 arist理解的 我的妻子跟著我肯必须知道什么儿男孩的名字是 而且我们说我们没有解释那个 为什么呢?然后我们继续说过我的妻子 然后他们叫我的妻子标准是一名大伤口的 在性侵了斯卡特的女儿之后 这一名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并且偷偷的转了学 在新学校又性侵了另外一个女孩 同一个人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 进行了两起恶劣的性犯罪 而更恶心的是 这一位父亲在左派媒体的渲染下 变成了反对LGBTQ的恶魔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左派媒体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报道的 再看一看丧心病狂的见证人 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 11906年7月28日的判错 没了 是什么事情 是什么事情 以继续医的口罩 仇由于逃避 时索署一下 在网续医院的人 启述先生 她被声器的 Pioneer 我觉得她被迫 被骚托优优群 后对于这些事件 的人民在网络医院 发生她们云说 If you're at your brain and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who live with you, you won't let this deter you. I will not. This has only served to strengthen my resolve to protect kids. Loudoun County has been wracked by conflict since a teacher was suspended and then reinstated by a judge for refusing to refer to students who were trans by their preferred pronouns. I will not affirm that a biological boy can be a girl and vice versa. The conflict. 你怎麽可不可以 女生的洗手間不存在 以保證認識認識 專門的認識 確實在在領域的政策 完全支持和認識男生的男生 這卻看起來很激烈 教育委員會說 那些危險會不會做到 以降到男生的投票 在10月10日 反對男生進女生廁所 叫做對校董會的威脅 校董會絕對不會 向這些家長低頭 看看這些視頻里的每一個人 多像英雄啊 校董會的主席 像寧死不屈的烈士一樣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會維護 變性學生的權益 再看看那位家長 不管我受到什麽樣的威脅 都只會讓我越挫越勇 雖然現場大部分的家長 都是反對這些變態條例的 但是你看沒看到 就是有的家長 舉著彩虹的扇子 來支持變性人 就是有家長 支持男生進女生的衛生間 和更衣室 其實不需要動腦子想 你就會知道 男生進女生的更衣室 就一定會發生強姦的案件 最好的證明 就是已經有的地方 開始實施類似的系統了 8月份的時候 我們報導過一條新聞 加州監獄 為了尊重變性人 在男子監獄裡服刑的人 只要他口頭上說 我認為我自己是女人 不需要任何的健康證明 不需要任何的醫生診斷 你填個表格 就可以申請轉換到女子監獄 和女犯人關在一起 罪犯們一聽見這個消息 一口氣就有300多個人 遞了申請書 都說自己認為自己是女人 不是男人 而在這批申請人中間 很多人進監獄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強奸了人 所以才被抓進來的 這些身高六尺二 體重250磅的變性人 一進女子監獄 就開始強奸女犯人 導致女犯人被虐待 懷孕感染性病和艾滋病 這個結果很難想到嗎 這不是很明顯的結果嗎 現在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學校 從監獄裡面 已經走到了我們的學校當中 發生在這些 只有十幾歲的孩子身上 而更噁心的是政府在壓制家長的聲音 這件事情的發生 讓我們清楚看到 政府現在在用什麼手段來壓制人民 這一整個事件透露出來幾個關鍵的點 第一 在6月22號的這一次校董會的會議上 學校可以隨時叫警察來抓人 並且可以隨便的給人安罪名 當天的校董會會議開放至晚上7點 在5點半的時候 校董會打電話叫警察來抓人 理由是這些人非法入侵 這些家長是提前登記過的 是校董會公開邀請來的 是在規定開放時間之內在這裡聚集的 沒有任何觸犯法律的地方 只是因為意見和校董會不同 就被校董會以非法入侵的理由抓了起來 第二上週聯邦司法部發布了公告 稱校董會的成員被威脅恐嚇 這些來抗議的家長全部都是國內的恐怖分子 為了保護校董會成員的安全 FBI聯邦調查局可以介入到其中來調查抓捕家長 在這個聲明裡面司法部並沒有對威脅恐嚇做出任何的定義 在這個視頻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 左派的家長他只憑一張嘴就說他被恐嚇他被威脅 也就是說只要家長的意見跟校董會不同 校董會隨時都可以說我被威脅了 哪怕這些人只是站在那裡和平抗議而已 哪怕這些人只是站在那裡說你不應該這樣叫小孩 你不應該讓男生進到女生的洗澡間去 進到女生的女廁所去 FBI可以因為這樣然後他就來調查你 把家長抓起來定罪 主流媒體在這個時候起到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會把這一位家長最難堪的照片貼出來 輪番轟炸給你貼一個罪名管你叫做國內恐怖分子 那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就是要家長放棄參與到教育中的機會 政府利用權力和武力來恐嚇逼迫家長 讓家長害怕乖乖的順服政府的命令 乖乖的順服校董會的領導 這樣他們就可以把你的小孩培養成他們的小孩 教他們一切政府想要教的 把你的小孩變成他們想要的在專制制度下面順服的人 這一切是我們想多了嗎 是我們神經太過於緊張嗎 絕對不是 看清楚這一切都在超光速的發生 如果現在看不清楚繼續坐以待斃 等你再發現的時候做什麼也來不及了 那麼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怎麼做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看這位父親 他在遭受了這樣的打擊之後 他做了什麼 I was told by everyone my attorneys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friends of the family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that if I wanted justice for my daughter that I needed to keep my mouth quiet an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n order to get justice for my daughter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me of course was to not come out and let justice prevail so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quiet when I found out on Friday ni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quiet not talk about this publicly correct I mean it was my decision not to speak out nobody you know nobody muzzled me but I was told that if I wanted justice for my daughter and wanted this case to have a finality and a possible conviction you have every right to speak out I'm sorry Scott you have every right to speak out you have every right to speak out you're a father of a daughter who was sexually assaulted by someone who you said and that bathroom is wearing a skirt okay 所有人都在告訴他 你先不要講出去 為了你女兒好 為了讓這個官司能贏 我明白我了解 在家庭裡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在校董會和警察 來一起對抗家長 對抗沒有犯罪的人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人以前經歷過的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但是一定要記住 我們是有發聲權的 你可以因為 顧及到一些官司戰略上的問題 所以選擇暫時不發聲 不向公眾告白 這是一個戰略要素 但是千萬不要害怕發聲 司法部為什麼會管地方學校校董會的事情 為什麼會要出動到FBI 聯邦調查局 來介入到地方校董會教育的事情 如果出現任何問題 校董會完全可以聯絡當地的警察 因為他們就是要你害怕 他們就是要你感覺這個事情好嚴重 因為聯邦調查局都已經介入到其中 他們就是要把好人 無緣無故的變成壞人 要把那些愛美國的 關心教育的 在意美國未來的這些人 叫做國內的恐怖分子 這位可憐的父親坐在地上露出肚子的照片 我很難忘記 左派利用這張照片 醜化他 取笑他 把他描述成一個激進的右衣分子 而真實的情況 他們真的在乎嗎 他們在乎14歲的女生被強姦嗎 他們在乎男生進到女生的廁所會怎麼樣嗎 這一切都是政府控制的手段而已 這就是他們製造階級紛爭的其中一步 但是左派錯了 他以為我們害怕被定義成國內恐怖分子 他以為我們害怕我們尷尬的醜照被人大肆轉發 然後被無知的人貼上厭惡的標籤 這個社會需要正常的思維 需要被關進監獄的是罪犯 是判國賊 而不是保護孩子的家長 我們能做的 並且最有效的 就是繼續發聲 把這些醜惡的事情暴露在陽光下面 你要繼續去參加你孩子學校的會議 各個地區的校董會 你都要去參加 不要害怕 如果你害怕被威脅 不敢說實話 那麼就是在同意他們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在默许他們的做法 屬於我們的機會要抓住 屬於我們的聲音要發出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段經文 這是神對我們每個人說的話 不管你現在是不是基督徒 神的這句話都是說給你聽的 在聖經旧約生命記中 神對我們說 你出去與仇敵征戰的時候 你看見馬匹、車輛 並有比你多的人民 不要怕他們 因為領你出埃及地的耶和華 你神與你同在 因為耶和華 你們的神與你們同去 要為你們與仇敵征戰 拯救你們 這是神對我們每個人的應許 神與我們每個人同在 有誰能夠抵擋我們呢 我們一定可以一起征戰得勝 好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第一個這個朋友 就是我發現 我們只要一講疫苗 他一定會跳出來 對 就是哎呀這個朋友 我想看看您給我們別的話題留言 為什麼只留疫苗啊 疫苗胸 對還是疫苗姐 隨便 看不出來是男生還女生 這個名字 但他在這裡說 對於全民疫苗我不支持 但是對於特定醫護人員 比如說面對ICU的大部分病人 是有免疫系統障礙的 應該強制沒有問題吧 你覺得呢 啊 你覺得呢 我就不應該啊 不應該啊 為什麼不應該 因為強制就是有問題 我覺得就是你在 設置這個崗位的時候 你可以說我這個崗位的requirement 是什麼 對 但是你不能強制 你就比如說我招人好了 我要招一個 在這個行業從事五年的 然後有經驗的 然後有那個護理執照的等等 就是你可以作為一個requirement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人已經這樣了 你不做 我就給你開除什麼 或者是強制 或者你要繼續這個崗位 那可不可以有意 那可不可以就是 在requirement上面寫說有疫苗 requirement上面能不能寫說有疫苗 也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有在想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吧 是 對啊 因為這是雇主 他就是要選擇這樣的人嘛 對 但是現在他們在做的事情 是把沒有打疫苗 然後已經在那邊工作了 就直接開除 對 所以這是兩回事 就是這個人他已經在了 那你招工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不能說我突然某一天 我就要加一個 這樣是違反合約的 而且當時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沒有疫苗這個東西 他們被逼著一定要工作 如果不工作的話 如果護士不去上班的話 會被檢舉 會被政府罰錢 然後會失去他們的工作 在社交媒體上面 會被這樣子辱罵 好難過 對 那他們是冒著這個樣子的生命危險 去救人的時候 然後現在你要強制 可以直接開除 他後面也有說 他不覺得說要直接開除啊 對就是說他不同意是開除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招工的requirements這個可以 他現在沒有開除喔 他現在是留職停薪喔 更糟糕 連開除都不開除喔 連EDD都不能領喔 這個是你要的嗎 這個就是強制了吧 這個就是逼你 一定要打 對 要不然你就走人 沒錯 而且他是不直接跟你說 就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我直接跟你說讓你走的話 這就是他的一個把柄 對 所以他不說我就給你 停薪留職 我讓你自己去那一塊 對 而且說實在的 你打了疫苗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能力嗎 如果說這個公司 是依照你的能力 來去決定 你能不能在這邊上班的話 你打了疫苗跟沒打的疫苗 是有什麼其他的能力嗎 不是 這疫苗他連最基本 那個防御足都做不到 對 你打了疫苗之後 你還是會生病的話 那你幹嘛要 這是完全一個 脫褲子放屁的一個行為 所以你說 你認為應該要強制 但是你沒有給任何的解決方案 你就是想要強制疫苗 簡單說就是你想要 叫別人聽你的話 你只是要這樣做而已 這是非常非常令人難過的一件事情 你支持某件事情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是 都是在講什麼 或是你反對某件事情 但是你也不知道這個東西 在講什麼 那麼現在這個疫苗的東西 所有的數據出來 就是疫苗有用 應不應該打 或許你應該打 但是這是你自己的自由 沒有任何人可以強制把東西打到你的身體裡 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我完全不同意這位人兄講的東西 好下一個問題 說有啥用 武裝啊 武裝 今天早上還送了我兩個蛋殼 對對對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哎呀這一說武裝啊 這裡面就惡人高興了 因為他最願意跟所有的人講這些東西 不管大家聽得懂聽不懂 反正今天早上莫名其妙 就給帶來了幾個這個東西 對 哦 這個是556 223 然後呢這個是308 那這怎麼這麼大 這是50cal OK 不是我的槍我買不起 但一發要30塊 武裝是可以 但是你武裝要幹什麼 你武裝了之後你要幹嘛 如果你的武裝是要攻擊 然後去推翻這個體制的話 那你就跟我那個朋友一樣 你想要一個軍國統治的一個狀態 這個也是當時大選的時候 很多人在喊的一件 軍管啊 大軍進入華盛頓啊 如果說你不是改變一個文化 然後讓人自己去改變自己的話 那根本一點用處都沒有 你就是在壓迫別人 你的確要武裝 在美國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武裝 你有義務要保護你自己 上一個 police commissioner就說 政府沒有義務要保護你的安全 這個是他們自己說的 警察沒有義務要保護你的安全 警察是要維持秩序 你的安全是在秩序之下 如果你的安全超過了這個秩序的話 如果你的安全影響到這個秩序的話 警察是會用他們的武力來去弄你的 所以你有義務要保護你的安全 所以說武裝我很同意 每根都應該有武裝 我也有武裝 我要繼續講下去嗎 我跟你講40分鐘殺不折 那可給你講了 我有什麼什麼夜視鏡 之前大家有看過 就是我們以前曾經有錄過一期 戴著那個帽子上面 戴著那個衣服 我跟你講那玩意超級重 還好 反正武裝我完全同意 但是你武裝之後幹什麼 如果你的武器是拿來做攻擊型的東西 是要拿來推翻什麼東西的話 那你有武器的想法就是錯的 你或許就應該要先把你自己的思緒想好之後 你再去有武器 你的武器是要拿來防禦的 槍是拿來防禦的 只要你有一絲心念說 我要用這個武器來達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一個 所以說我同意這個人講的東西 然後說有啥用 說才有用 說才可以改變文化 你要把正確的東西說出來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被 逼到好像我們要用槍了 就是因為 我們這十幾二十年來 都沒人說 對 教會沒有一個人在說話 每一個教會都說 我們不要談政治 我們不要談左語 政治請離開教會 政教分離 連基督徒都這個樣子 不只是華人的教會 美國的教會 又長時間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一說到就說 我們要合一 我們要怎樣怎樣 我們教會不敢講這些東西 我打個比方 同性戀這個議題 之前的時候 教會是多麼團結 去抵抗同婚這個事情 結果同婚一通過 被 Supreme Court接受了之後 教會就開始 沒關係 好那算了 然後就開始完全不講這件事情 教會就整個被洩氣了 接下來教會討論的東西就是什麼 教會應不應該幫同性戀辦婚禮 教會應不應該接受同性戀 教會怎樣怎樣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變性人變成教會的牧師 你如果說沒有一個底線的話 你如果沒有防禦你的底線的話 你如果不說出來的話 那你有任何的槍枝都沒有用 所以話語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個人的話語都有權柄 所以說說有啥用 武裝啊 武裝有啥用 你沒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的話 你武裝有個屁用 好來看下一個朋友 他說 支持美國民主制度 卻不支持基督教 就和當年對中醫的肺醫存藥 一樣愚蠢 不精通醫理 怎麼可能開出對症的藥呢 民主制度扎根於對神的信奉 不信奉神 怎麼可能真正奉行民主自由 只能成為新的左派 我對這個是完全完全非常非常贊同 因為如果說你要是 不針對神負責的話 所有的政府都會變成集權政府 沒有任何別的可能性 是 美國的民主制度 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制度 比如說我之前也講過了嘛 就是美國是一個共和制 是一個法律的制度 因為建國先去的人知道說 法律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這個法律是要來限制政府 不要來奪權的 人民才可以有自由 這也是基督教給我們這個教導 而且這也是政教分離最剛開始的意思 就是政治不要來碰教會 政治不能干預教會 對 然後每一個人要依照聖經的方式 去活出他們的命定 這個是政教分離一開始的意思 現在變成一個左派的政治武器 所以說就跟這個說的一樣 不精通醫理怎麼能開出對症的藥呢? 對啊 就是你有民主 你有自由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使用你這個自由 你不知道民主是什麼意思 你就只能拿去壓迫別人 說別人在壓迫你的自由 我可不可以在這個地方尿尿 你如果不准我的話 你就是壓迫我的自由 最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如果沒有一個道德觀念 然後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話 你就是在壓迫別人 他就必須要被迫吻我的尿 太糟糕了 非常糟糕的例子 反正我是非常同意這個人的說法 如果說沒有宗教的話 如果說沒有基督教的話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任何沒有宗教的基礎 一個政黨或者是一個政治的方向 就會變成互相壓制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是非常糟糕 所以就是為啥美國說 你看那個前生都印的 in God we trust 然後為什麼說我們是one nation under God 這個God指的不是別人 以前有人跟我討論說 不對的人就是God 沒說是哪個God 說的就是一個化身 沒有別的God 說的就是這一個 然後這個是 不光是大家喊的一個口號 這個是大家真正在奉行的一個東西 因為你只有真正奉行這個 你才能達到你想要的那樣一個狀態 不然的話就是左派 你不管哪個政黨上來的 這個打那個那個那個 就是左派換左派換左派 全部都是這個樣子 是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給我們的留言 我們也很需要大家 繼續給我們留多多的言 因為我們也想看到說 大家對這些事情有什麼思考 然後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看 好看的神奇傳播 為我們提供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我是弗麗莎 我是Ethan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老王的朋友小李有事想請教老王 就約了老王在咖啡廳見面 老王 謝謝你抽出時間來碰面 實在不好意思耽誤你時間 哎老朋友了 別客氣 有什麼事請說 是這樣的 那天看到你頭也不回地 退出了那個夜店俱樂部 我很羡慕你的勇氣 之後也接受你的建議 去了幾堂教會 我是真的很想了解這個上帝的道理 那很好啊 不過我們家幾代都是燒香拜拜的 拜的還不止一尊神明呢 家人們認為只要有信仰 最後反正都是殊突同歸 可是你們說只有信耶穌才能進天國 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問題啊 我之前也糾結過 以為瞧瞧大陸通羅馬 最近我才弄明白 我是真的錯了 哦 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呢 你看從我們這兒沒有任何一條公路 能通羅馬 更沒有任何一艘郵輪能夠登陸月球 對不 對呀 我們不少華人都誤把形容詞的成語 殊突同歸當成科學道理了呢 其實每個宗教信的都不一樣 我簡單的以國教與基督教做個比較說明 希望你能夠明白 好呀 我想問的就是這個問題哦 好 首先 基督教相信這個世界獨有一位創造的主宰 時空物質的存在是有起點 而且現今這個世界最終會結束 而佛教卻說沒有這樣子一個創造的主宰 並且這個世界是無始也無終 所以啊 這兩種信仰在起源和終結上都絕對不同 擺明了兩者沒法同時都是對的 哦 這樣光從道理上來看 他們兩個就互相抵觸 不可能同時成立的呀 是啊 再說 基督教是承認人必須靠救主耶穌所付出的代價 才能由最終得救 而佛教卻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 積功德來自救 這說明這兩者得救的途徑不同 最後再講到人死後的歸宿 基督教講天堂地獄 而佛教講六道輪迴 我相信我以後去的是天堂 如果是六道輪迴 那就得去recycle了 你覺得你下輩子會變成什麼呢 下輩子 我這輩子最喜歡吃豬蹄碗了 如果按照英國報應 哎呀我的媽呀 我會不會變成一頭豬啊 哈哈哈 這是你說的 哈哈哈 小李啊 所以你看 這兩個信仰 從起點入境到終點 通通都不一樣 那又怎麼可能會殊途同歸呢 啊這個有道理 這個問題我就懂了 謝謝你 小李啊 你真是聰明人 一聽就明白了 哈哈哈